歡迎收看觀眾朋友我是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繼續接著上一集的 A到A9顆球放入編號123456 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九個洞中 每個洞放一球有幾種放法 那就是說我們一開始 如果你不確定 我們就把它退回去一個我們更肯定的 但是也許會多做一步 但是沒有關係 它可以讓我們更肯定 怎麼樣呢 把它編號 其實這三個三角形的洞 我認得出來有差 三角形一 三角形二 三角形三 這樣子 所以這個 現在是九個不同東西跟九個不同東西的 一對一配對 注意這點很重要 它如果不是一對一配對 就從一開始 就沒有那個九階了 也就不會有什麼九階除以幾階 那它就既不會是P 也不會是後來我們講的C 可以嗎 它一定要有一個所謂一對一配對 作為它的基礎 那這個一對一配對 可以使得我們可以知道這九個不同東西 跟九個不同東西的一對一配對是九階 可是怎麼樣呢 有一個人過來跟你說 沒有啦 這三個三角形的洞就一樣的 分不出來 分不出來會使得怎麼樣呢 比如說前面已經確定是ABCDEF了 後面 GHI 本來在這個九階 也就是362880種 36萬多種裡面 ABCDEF GHI ABCDEF GI ABCDEF HIG HGI IHG GH 總共有六種 這個六種是因為三個東西對調有三乘二乘一 我們稱為三階種的變換 那本來是有這個三階種的變換在這個36萬多種裡面 但是現在跟你說它其實沒有差 所以你剛才講那些掉來掉去什麼啊 沒有差啊 沒有差別的話 這六種只能視為一種 注意不是把六減掉 它不是這六種不要 而是說 這六種其實是同一種啊 所以把這三階除掉 那這一題就是這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它跟我們的前一題其實是一樣的啦 好 那下一題就不太一樣囉 A到I9苛求 放入 六個圈三個三角形 那它這樣子寫就代表說 這六個圈彼此是沒有差別的 這三個三角形彼此也沒有差別 然後問你說這樣子總共有幾種方法 那怎麼樣 如果你不肯定會不會是 如果你已經有猜測你可以寫誰看 但是如果你不肯定 先幫它編號 三四五六 三角形一 三角形二 三角形三 九個不同東西跟九個不同東西配對 九接 然後呢 這個其實 其實 其實啊我說這個 三個三角形是沒有差的嘛 跟剛剛上面這題一樣啦 除以 三接 又其實啊 圈圈也沒有差 換句話說怎麼樣 不只是GHI對調三接種分不出差別 ABCDEF對調 這六接種也分不出差別 所以說它在孫生六胞胎 視為一種之外 孫生的這個六接如果你去乘一 一乘二乘 六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 算出來是720 孫生720種也會視為一種 所以它會再把這個六接再除掉 就是說你分不出他們這裡對調的差異 那最後這題的答案就是這樣 九接除以 六接三接 可以嗎 那 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那到底這個數字是多少 我們可以來算一下 九接除以六接的話 那因為九接是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乘起來 那六接的話是六五四三二一乘起來 所以一約分你會剩下九乘八乘七 那還有一個三接 三接是六 那六的話再約分 會發現八四種 算出來 你不是把九接跟 你不是把九接 六接跟三接都除掉了嗎 那為什麼不是一呢 那不是一 而是八十四 那這樣這個八十四是什麼 它在這個故事裡代表了 八十四種 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八十四種 就是說 我們雖然這三個裡面沒有差別 這六個裡面沒有差別 可是還有有差的是什麼 就是說到底 現在 這些球 誰在圈圈 誰在三小型 誰是 誰是六個圈裡面的一員 誰是三小型 三個三小型裡面的一員 你是居在這裡呢 還是你居在這邊 對不對 你這邊是GHI 還是你這邊其實是BCD 是有差的 內部沒有差 可是到底誰在哪一側有差 所以有幾種差別 有八十四種差別 那這個就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看我們下面這一題 從A到A9顆球中 取出六顆出來 現在我們排列喔 你就把它拿出來抓手上這樣子 然後打開來看 那這樣子到底有幾種取法 那 也許有人已經可以答對了 所以取出六顆啊 不排 那我其實是怎麼樣 取 取出來 步步步 那這樣子到底有幾種取法呢 那沒有錯喔 這個如果你已經 能夠正確的推論 我們其實沒有必要再去編號他了 就是 跟剛才上面這樣是一樣的意思啊 對不對 所以是9接除以6接3接 那這個描述 9顆球離取6顆出來不排列 它是一個很典型的描述 我們會把這樣子的問題 以及他配對到的答案 是這樣算出來的 這個84嘛對不對 這樣子的答案呢 特別在以後呢 會用一個符號 一種方式來稱呼他叫做 C9取6 也就是說C這個符號呢 他用來描述的情境就是說 9顆球取6顆出來 不排 有幾種取法的情境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先懂 為什麼9顆球取6顆出來不排是這樣 然後我跟你說 其實這個就是19取6 而不是說我們先背19取6怎麼算 然後看到一題哪裡要放上面 哪裡要放下面 不是這樣子 那 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啊 你看我們 9顆球取6顆出來不排 是這樣 C9取6 那我現在要排 我把這個取出來的6顆球排列 那就是我們前面教的6顆球排列幾種排法嘛 幾種呢就是6階種啊 對不對 那如果我兩件事情連著看呢 那是變成9顆球取6顆出來排列 那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我先C9取6取出來之後排列 產生了6階的變化 整個就等於是我把9顆球取6顆出來排列 整個就等於是我把9顆球取6顆出來排列 排列 可以嗎 那在計算上也的確是如此嘛 P9取6是9階除以 注意哦 你取6的時候是除掉那個不取的3顆 然後C9取6會把這要取的6顆也除掉 對不對 所以你拿這個東西呢去除這個 去乘這個 就會變回P9取6 這樣子 C9取6呢 就是P9取6除6階 如果我A到I9顆球取3顆出來不排 我們剛剛是取6顆出來不排 那現在取3顆出來不排 那這樣子有幾種取法 那應該不難發現 我們這題的答案好像跟上一題一樣耶 對不對 因為不取的6顆不排 取的3顆對調也沒有差別耶 對不對 好 那沒有錯算起來跟剛剛是一樣的 還是那個84 那但是按照故事來說啊 我們說這樣9顆球取3顆不排 其實這個是叫做C9取3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C9取3就是C9取6 這是我們會講說C的符號有互補性 那為什麼會有互補性呢 現在你就知道了 好其實就是怎麼樣 9顆球取6顆出來不排的話 我們剛才是算說 不取的3個放在口袋裡不排 所以3階除掉 那其實取出來的6個也不排啊 所以6階也除掉 那你如果是取3顆不排呢 那是不取的6個除掉 取出來的3個也除掉啊 那所以算起來當然都是一樣 OK其實學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差不多學會了 所以這個問題 等於說交到這裡然後問學生這一題 其實算是比前面複雜哦 但是打對率還蠻高的 所以我這一套這個教學流程啊 我說前面我們學到這裡是第11題了 這是第12題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就是說學生的吸收的情形是蠻好的 那不用覺得說花很多時間教這些題目很簡單 其實最重要的市場學生會響 所以A到A9顆球 如果放進兩個紅色洞 三個黃色洞 四個綠色洞 會有幾種方法呢 是不是 A B C D E F G H I 配對到 紅紅我們寫R RR YYY GGGG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 9階除以2階3階4階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需要區分排列還是組合 你只要去想 一對一配對是9階 有哪一些不計較順序的除掉 我們後面還會再學得更複雜 也就是說除了這樣配完之後 還有可能額外要再計較順序的 那就還要再乘 所以哪一些計較順序 哪一些不計較順序 你只要在乎這個就好了 那也不用管說這一題叫做什麼 不盡相異物排列 不重要 那這樣子就答對了 只是說你如果在講義上 你有可能看到他寫另外一種算式 他可能會寫這樣子 那為什麼寫這樣子呢 他的意思是說 9顆球 取兩顆出來不排 取兩顆出來不排 不排的那兩個都給紅的 然後還剩的那七個裡面 再取三顆出來不排 然後都給黃的 然後在還剩的四個裡面 剩下拿出來都給綠的 有的會在後面寫一個C4取4 有的不會 然後因為C4取4就是1嘛 那這兩個算法是一樣的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C9取2是9階除以7階2階 因為沒有拿出來的兩個不排 沒拿的七個也不排 然後CG取3的話是 這個7階除以3階4階 然後C4取4是4階除以4階0階 這個0階不寫 那你就會發現他其實可以約掉啊 所以是不是變成9階除以2階3階4階 這樣子 OK的話 那再來寫這題 那這個三支鉛筆 兩支原支筆 送給七名學生 每個人最多一支啊 也就是說 題目不用講 因為這個題 這個中文很自然 你就要知道說其實會有兩個沒拿到 那總共有幾種送法 那如果你有寫這樣子的話是最好的 當然你如果直接想出來 也不錯 怎麼樣呢 你會發現有兩個沒拿到嘛 那我要怎麼辦 沒拿到也給他一個位置 只是這兩個位置也是沒有區別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是7階除以3階2階2階 在這裡提醒一件事情 如果你 一開始沒有留意到 可能你也是會做退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什麼呢 就是說人啊 學生 人 必 相 亦 也就是說 他這裡也講說三支相同的原子筆 三支相同的鉛筆 兩支相同的原子筆 七名學生 那想說七名學生是相同的學生 還是不相同的學生 問題就是你能找得到七名相同的學生嗎 不能嘛 所以人是一定相依的 所以我們看到人就一定要給他 夾一筆定物幾根 他其實不一樣的 那這題的答案就是這樣子 最後這一個 將四顆紅球 三顆白球排列有幾種排法 那我們這裡寫排列呢 其實就是怎麼樣 配對給1到7號位置啊 所以其實我們有1、2、3、4、5、6、7個 不同的位置 和 R、R、R 四個紅球 三個排球 那這樣子寫你就應該知道答案了吧 沒有錯 他的答案是7階除以 4階3階 可以嗎 那 我要再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樣 這樣的答案 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他其實可以說是C7取4 也可以說是C7取3 那這一題呢 就是一個我剛才講的 概念很重要的一個印證 很多學生看到這一題 他假如說前面都沒有正確的學 然後看解答 解答寫C7取4 他心裡就一個困惑 不是說排列嗎 為什麼是C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剛才就在強調說 我們在學排列組合的時候 不要用那一種 排列用P P N取M 就是N階除以 N-M階 所以題目的哪一個數字方在分子 哪一個數字方在分母 不是這樣學的 我們要整個 從前面 一對一配對 到底什麼 這個情境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處 我們要了解 那到這裡的 我們遇到一個新問題 如果你之前沒有看過這一題 你要尋找的就是說 他是不是一對一配對 有沒有不同的 捕捉到排列等於有七個位置 當你概念上已經出現了七個位置 四紅三白的時候 你就要清楚 他就是7階除以4階3階的 不要管他到底是P還是C 一切都沒有想錯啊 這就是答案嘛 所以題目到底寫的是排列 還是組合 根本不重要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有沒有哪一些不繼續的要除掉啊 是不是一對一配對啊 那我們這堂課就是到這裡 那學到這裡就入門了這個排列組合了 我們後面就開始去進入一些 常見的套路 以及更深一點的討論